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伴随宛如瀑布一般往天空喷射的红色彩烟吓坏众人 接着还连续狂炸好几声喷出五颜六色烟雾 瞬间巨响也让附近车辆的警报器狂响 从远处就能看到浓浓的彩色烟雾 让附近居民一度误以为八仙城暴事件重演 这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台中风甲商圈 22号傍晚一家甜点店举办开幕活动 不止放烟火的环节惊扰到周边商家和民众 活动结束后业者还将释放完的垃圾堆置在路边和超商门口引起民怨 当天的状况以及他这个行为已经违反空气软防治法第32条 第一款的规定那我会依法来做处分 宽保局获报23号一早立刻上门击查 认定业者违反空污法最高可以依法开罚10万元 而引罚争议后业者也在声明道歉 表示会配合环保局稽查改进 但也说会对网友的恶意攻击保留法律追溯权 不过才刚开幕就引起一连串争议 恐怕也是业者始料未及 近新闻整品街陈思寅采访报道